蔡英文總統大選前推動畫廣告 成功拼得選票 求感小英印象深植人心 背後推手就是他 張永昌 擅長以動畫決勝戰場 政治人物選舉文宣愛找他 更是總統御用動畫師 現在更紅到海外 連馬來西亞政府單位 都找他製作廣告 給了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那對於相關的費用跟報價 也都非常尊重專業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馬來西亞羨慕台灣民主 看著台灣人擅長選舉 政治行銷也是他們想學習的對象 像蔡總統拼選戰時會蹲下 還會擺pose 以蔡英文為設計目標的IP動畫 張永昌耗時三個多月 成功打造3D小英 一支廣告百萬有情假 馬國政府清點他幫忙拍廣告 架碼至少三級跳 馬來西亞這邊也有政黨 過來做一些觀摩 那他們特別對於像網路 還有像影像的製作 以及這個音樂的部分 他們都特別有興趣 電影《維基女王》 追蹤出色的政治顧問 幫政治人物打選仗 山座波拉克演說 廣告脫口秀 各種手法讓人雲頭轉向 張永昌堪穿台版《維基女王》 透過廣告動畫 幫政治人物成功操盤 吸引選票 在他們的大選年來講的話 他們會邀請台灣的專家學者 或是公安公司 廣告公司 去那邊幫他們做操盤 去做競選廣告 或做競選動畫 大馬政黨向台灣取經 請台灣人任顧問 架碼至少兩三倍起跳 靠動畫廣告 台灣人才不但成功在選戰 製造聲光效果 也靠軟實力在國際 打出一片天 記者黃新城李一璇台北報導